如果说企业是一架飞机 那么财务报表就是一架飞机的仪表盘 如果仪表系统失灵 水平再高的飞行员也无法确保飞机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成功地下一个企业 你同样需要一个仪表系统 这就是财务报表 财务分析决策不是一门会计课 而是一门管理课 但它又不局限于某一领域的管理问题 而是讨论企业整体的价值管理 因为企业的商业模式 战略定位 战略执行 资源配置等等 都在财务数据中有所体现 我会用财务的语言 为你解构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 让你理解企业这架飞机的发动机在哪里 传动系统是否发挥了最高的效率 如何让它飞得更远 更快 更安全 你不需要拒绘财务基础 也可以没有企业管理经验 甚至从来没有数学细胞 我会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 用颠覆式的独特视角和创造性的讲述方法 带你一步一步地认识财务报表 理解财务数据 建立财务思维 带你拨开迷雾 顿悟 财务的精髓 掌握管理的王道 想成为一个具有敏锐财务思维的领导者或投资家吗 那就跟我一同启航吧